广东茶楼做做必点的一道菜 四只蒸排骨 单单这个汤汁就能配三碗米饭 首先来调个蒸排骨的煎汁 碗里放入蒜头、葱白、豆豉 淋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放点羊和白糖 两勺生抽、两勺蚝油、一勺料酒和淀粉 搅拌均匀淋在排骨上 最少腌制一个小时才够入味 水开后大火给它蒸15分钟 就会出锅啦 这样蒸的排骨真的超级好吃 喜欢吃排骨的朋友 一定要盘它 吃排骨的颜色